欢迎收看 维新世界 用意与人生 人类意志愿 人类合适去 为国家庆祝党 为宗宝来健康 大家学业劍 做人出事好安心 大家学业劍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学业劍 最受感受好顺心 最受感受好顺心 大家学业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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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用意与人生 我是一京大学杀戮山路教室 黄晨峰讲师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黄力丸 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谢谢老师 大家好 我是台中道场正起二十九届 黄力丸 现在就是感谢黄老师 我再有这个机会在那个沙路 山路教室初级 一班当志工 再次的学习 谢谢老师 请师姐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入中门的这个因缘 谢谢老师 那我入中门的因缘就也感谢 感谢我们的启蒙老师 我在台中道场是就读初级六十二班 原副 我们的初级老师是启蒙老师是原副老师 有一次 有一天就是上到风水的时候 就因缘就是 怎么今天的讲师不一样 来了一个比较年轻的讲师 我们老师就介绍就 这个讲师要来跟你们上这个风水 结果这个因缘我就觉得 听听 哇 这个讲师在讲的 跟我的频率我怎么都觉得 听起来就好欢喜 好乏喜 我就很开心那一节 再来连续上了好多次这样子 我就心里想 哇 这个老师 后来就是有一个因缘当志工 在那个我们仙佛寺 又碰见了 那个老师跟师娘 中午休息的时候就聊了一下 知道说 初级 杀戮初级一班有在上课 我心里就想 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再去听 因为初级班听一听 其实什么都不懂 老师上课说 你们懂不懂 都没有意见 可是真的回去 什么都不懂 我就想说 我很喜欢在听课 老师在上课 我都很喜欢 很发喜 我心里想说 那我要跟这个老师 跟师娘 再去多听 多学习 这样子 老师很慈悲 就答应了 这个因缘就是这样子 其实要感谢我们原路法师 因为师心策 要求我们回去修这个 就是当教育学分 所以原路法师让我回去教 所以才有这个言 跟师姐去绝言 师姐很棒 也很认真在做法工 想问一下 让我们来后已经担担 有什么好应验 就是让我们担担部分 有什么好感应 有 老师有一次 我要分享一下 其实有一次 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很久就忘了 就是说急着要出门 结果我的车子钥匙找不到 我就超紧张的 我想说 那怎么办 我就不能出去了 我就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心好慌 找不到 我想说 欸不对 我有上《易经》老师有说过 凡事皆沾 也有挂例说 钥匙不见 你就沾挂 看方向这样子 我心里就想说 乱找也不对 来沾个挂好了 我就念了三次的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我就念三次而已 那我就赶快把那个三个铜钱 那个 就拿出来 就沾了一个挂 可是忘记了什么挂了 我初级班读也不会解挂 那我就 欸 就两个动摇 我记得就是两个动摇 我心里想说 一只钥匙 两个动摇 我还要怎么办 我想说 不管啦 要出门 就两边都找就好了 啊真的啊 它动摇是两个摇 都动 一个是乘方 一个虚方 我想说 欸太阳刚好出来 我就把手指头拿出来 老师有说 欸 指五毛油嘛 东 欸 指 北 南 啊就是东 还有西嘛 我就 欸 对着太阳 毛方 老师有教过就是东方 我就对着太阳 哦 成方 虚方我就赶快找 有两间房间 一间是我房间 一间是大女儿的房间 我想说不管了 急着要出门 一只钥匙两个动摇 我要去 啊 两边都找 我就赶快虚方 大女儿的房间 一直找一找 啊 动二摇 二摇 三摇 还是 我就赶快找一找 欸 没有呢 那怎么办 成方 哦 就我房间 我就赶快跑过去哦 找一找找一找 棉被一翻 哇 在这里赶快拿着 好开心哦 就 哦 谢谢老主帮忙 真的很快 不然我在哪里 东嘛 东找西找根本找不到 就很快我就 哦 好安心哦 哦 感谢好开心哦 就拿着钥匙就出门 就也没有影响到我要出门 不知道要去做什么的事情 啊 就圆满这样子 哦 很感谢啦 老师 啊 感谢老主 我们感谢师姐的分享 啊 啊 师父有开示啊 我们凡事接战 就是我们有什么事情 啊 咱们不知道啊 这就是要讲过 啊 啊 师父也有开示 一 我們找钥匙的话 啊 我們就是要用过 財iez的作用 work 啊 地方要就在用程序 程序它刚好知道相簇嘛 嘛 就是一条线 喔 你要在屁幕上那边 齁 啊 应该就可以 老祖可以讓我們如願 所以說 我們學藝經 找東西 真的 老祖是非常的靈驗 初期班 別怕說沒效 初期班 因為這麼沉在學 所以說 老祖讓我們的掛 很簡單的掛 就是以我們懂多少 祂給我們多少 所以老祖很特別 所以大家 不管什麼事情 認真 再講掛 用這樣 別懷疑 師姐 我們還有另外還有什麼 就是掛 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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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次 就是我車禍 有一次 我就是剛好那一天 不知道要去東區做什麼 就走在斑馬線上 已經走到快要中線了 綠燈 走到快要中線 忽然就不省人事 醒過來已經坐在地上 馬路中間 而且我又覺得摸我的頭 奇怪 我怎麼手上有血 原來是車禍了 被撞了 一個弟弟扶著我 那我就問弟弟說 你今天為什麼沒有上班 他說 我眼睛痛 我要去看醫生 我想說 喔 原來是這樣 那這個姻緣 這個姻緣就是跟我很有緣 也不是好的緣 可是跟我有緣 我就知道了 喔 好 那後來就叫救護 送到急診了 那急診的時候 他就說 要檢查 檢查什麼 可是我那時候都很清醒 我覺得 你叫家人 叫誰 我就覺得沒關係 我只是出血 擦傷 我就沒有 後來去斷層 照一照 傷口縫一縫的時候 他說 你要叫家人來 你要住教護病房 我想說 這麼嚴重喔 教護病房 他說 你蜘蛛網膜出血 那我想 就緊張了 我趕快叫我女兒趕快來 他來 他來的時候就 他就是打針什麼的就來 就來急診 我女兒來了 那時候我剛好是背一個包包 我出門都背個包包 我們的那個小黑啊 我會帶在身上 還有一張 平常不用的那個 要寫什麼就有的那個 筆跟紙 我都帶著 結果到急診室了 他說 你要進教護病房 一定要加速來喔 那我就在我女兒他們還沒有來之前 我就 雖然是 那時候應該還不知道痛 那我就想說 我家務病房再來就不能見人 見人的 會客的時間就有限 那我就 趕快 我就用翻的 翻小黑來沾個掛 老師有教 老師有教說 幾頁 用頁數也可以沾掛 就自己沾一掛 我為什麼會車禍這樣子 就沾一個掛 等到我也不懂就沾掛 我也沒有辦法去解釋什麼 可是女兒來的時候我就 我就跟女兒講說 我的手機密碼是什麼 這個我就找這個line 這個黃泉鋒老師就是山路教室 我去上課去旁聽的那個老師 你把這個掛你要給老師 你照給老師這樣子 看我到底是怎麼了這樣子 我想說老師可以幫我這樣子 有老師是真的很好 有個原副老師 又多了一個黃泉鋒老師 我覺得我們一直念一直念 老師越來越多 對我們幫助都很大很感謝 我就女兒也很聽話 我說你要給老師看看 一定要line給他 他會幫你 他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這樣子 女兒就把我的掛 line給黃老師 黃老師很慈悲喔 事後我才知道 我就進加護病房 我就不知道了 事後我才知道 我女兒去看我就說 老師叫他去拜城房 或是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我就很感謝老師這樣子 這是英年啦 黃師姐她車禍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她有沾掛 才有幫她掛掛 因為其實她剛才說的 說用個現小黑 這是師父 師父上課的時候 有傳伐給我們 你盡量我們在家裡在掛掛 你用個三塊錢 三個銅板 如果不方便的話 我們前幾天 那個博士班上課師父也有開始 就用小黑 小黑就是你打開了 你禱告之後 打開了 你就看 你的龍邊 最上角那個號碼 那個日期 那就是第一次 就是下課 再禱告之後 那時候第二次 就是上課 還有第三次 就是上課 黃師姐就是這樣 這樣沾掛 有那個掛 結果 那個掛好像是 關鬼白虎 關鬼白虎 動 應該是這樣子 關鬼白虎動 我們就知道 所以開始 關鬼白虎 就是白虎 就是要去拜 土力公 如果關鬼 如果關鬼成蛇的話 就是要去拜 成王 那天 我是 幫她 本來幫她 看過了 我幫她 請她去拜 土力公 那是她女兒 她女兒接的電話 我想一想說 她女兒沒有學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 跟所有的拜土力公 拜土力公 就是說 我們白虎動去拜土力公 就是要買兩分的 就是買水果 買湯在旁邊 還傳兩分的金針 金針在別的包 這兩包 一分就是 共養 土力公 一分就是 請土力公 幫忙專師 領修餘後 轉給白虎神 請他回規本位 讓師姐 身體健康 一想她說 拜土力公 她不知道怎麼 我就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動作 一個動作 一個動作 我一人一人寫 才好 領修餘後 她家女兒也很乖 也很精進 所以看到領修 幾百 所以十歲也沒有幾天 第二天就出來了 家父病房 第二天就出來了 第二天就出來了 對 就平安 領修餘後 這個動作領修後 還有什麼動作 老師 對 再來 有一天我就想說 我衛生務會車禍 你有學會說什麼 擇日 有時候聽到老師擇課 擇日 我就有一天我想 嗯 我車禍是十個二十六 我就看一下 我就說 那天是 子日 我記得是 子日 不知道什麼子日 還有我們 26號車禍 25號的時候 是一種的害日 我是25年次國立 45年生的 我其實那麼看 又有拿著害日 是 聽到 這個是指 害日 我們老腳擋拖 擋拖的時候 我住在那裡 擋一下 我就覺得走一個 可是隔天 我出去就車禍 那天我沒出門 隔一天就車禍 我就覺得我有學校 後來我看 我就覺得 後天我們穿著我們的日子 就是要比較小禮 曉老師 謝謝 師傅開始了 我們就是三色 三色很重要 三色的時候很重要 就是不要再擋拖 不要再擋就對了 世界那天就剛好三色 老腳剛好在擋就對了 雖然是白人島的方圍跟我們相應 所以就有這個問題這樣 所以說 今天下午也拜託師這區寫聯尾 寫聯尾 我們去寫聯尾 我們會參加我們的法國 就是寫祖先 寫萬新在主的聯尾 要這樣寫 這樣就可以平安 關於那個用藥方面 怎麼說 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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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用藥 想到了 因為我經常說 繭繭繭 沒辦法就拿著 我現在想到就是說 一次 因為我們女人有時候更年期都會睡不著 有一次他去做法功 我也是聽到我們的原副老師 他說 他就在吃一個東西 老師 你是在吃什麼 他說 他就吃荷爾蒙 女生 你如果這樣賣家庭吃 對身體都不錯 我心裡想說 我睡不著 這樣搞不好我來沾一下 看我吃荷爾蒙 對我身體有幫助嗎? 因為老師也有家庭 我就給他沾 老師有家庭了 你如果用我們的名字 四就是我 四就是我們 硬就是我們要吃的荷爾 適應相生 最簡單 因為我沒辦法解決 適應相生就是好的 我就給他沾看看 我就沾 欸 硬生我 我心裡想說 喔 感謝老祖 你吃這個荷爾對我有幫助 那我就去看婦產科去拿藥吃這樣子 這這這 我覺得真的有改善 心計或是睡眠也有改善這樣子 那也感謝 我感覺我們學這個藥經真的是很好 就是你就簡單的 老師教的你就簡單 不然老師都很慈悲 叫我們做筆記 那你就去翻 你不會的話簡單的 四根印或是 就去找老師的那個筆記 一定都懂的 只要你誠心你會有感應 老祖就會告訴你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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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的記憶有一次 有一次你說打架要弄弄 有 那個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的有時候請學後還沒記得 老師今天說我受到了 我就打架弄弄問老師說 我不知道子孫房 不知道要弄弄弄弄弄 老師幫我尷尬嗎 對 我都真的想起來 他就是去老師說 那個方向就補我去刷垃圾 清水 清水老街那裡有一間中藥房 我就去老醫師看 真的他去看弄弄弄弄弄弄弄 就真的改善很多 本來就是頭暈暈的都 我就覺得正常吧 我車禍以後應該頭暈暈 結果不是 我去那個醫師真的很好 很有醫德 我說醫師我要就拿什麼 腦出血的藥這樣子 他說你要給誰吃 我說我要吃啊 他就說 你要吃 你應對都正常 你哪時候怎樣 我說已經應該十天半個月 他說那不用吃了 你到裡面我幫你把賣這樣子 他說哇你太虛了啦 這是虛在弄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車 不用吃那種藥 就給我開個藥方吃了 我真的身體就好很多 真的很感謝 就遇到貴人好的醫師 謝謝老師 我尋找這個顎的時候 本來就是問說我 頭暈暈 這樣頭暈不舒服嘛 偏頭痛 要看有效 我尋找我 尋找我 尋找我實際的時候 我跟他說可以 但是他好像 遲宜了三四天 都沒有吃 我上課的時候問 師姐要留去嗎 他說老師沒有啊 那不是用來生事才可以 那個又沒有硬身試 這個我就知道 他們學的時間就適應 還有比較進一步的 我們沾衣藥 藥有沒有效是看子孫療 我們的病是關鬼療 他那個刀子孫療很翁 我就告訴他一定有效 你去看 都很不騙 去看之後真的有效 好又很好 謝謝老師 我真的不會忘記 真的老師跟我說我是懷疑 我很多天想說 因為我很久去吃中藥 我心裡想說 一直執著在硬 沒有生我這樣之類 因為我不會改寡 我想說 最簡單的硬生我 謝謝老師 吃好真的好 所以這就是給我們一個經驗 你測過的時候有懷疑的時候 你不要放在心裡 在懷疑的時候 你一定要問老師 叫老師看 多久有問題 請老師幫你改 老師如果沒用的時候 你還可以再沾一次刀 再沾一個刀就可以應證 這樣會更準 這樣才會更準 師姐請教一下 我們懷疑是有去看我們的處長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請老師去看我的家 我便覺得沾越境很好 不過有時候會覺得很困擾 不拔就好了 現在會知道沾沾的家裡看一看 這裡也不對 這裡也不對 不知道要怎樣 很緊張 都覺得很有壓力 這樣子 都覺得說要知道 還沒辦法進場 如果有壓力 不知道 很好的 太晚入中門了 這樣子 有那種感覺 只是 又 剛學 什麼都不懂 只是懂看說哪裡有煞氣 可是也 會困惑 覺得說不能解決 這樣子 就去請教老師 請老師來幫我看 這樣子 我們家這樣看起來有什麼問題 很多問題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進門 客廳我坐那麼久 我都不知道說 有必刀對我過來 老師去看 真的 那一支我從來 老師講我從來都沒看到 明明就在前面 就很多的那個 老師就幫我 教我就是說 用我們的金剛大法印這樣子 還有七色線 有的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這樣子來 簡單的 像梁上 用那個七色線這樣子 把它 把它貼那個金剛大法印 就這樣化解 還有那個壁刀這樣子 貼金剛大法印 謝謝老師 其實 師傅有開始過 沒有一百分的房子 房子絕對沒有一百分 所以說 我們維新中 我教了很多這個化解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外面的壁刀 我們可以用那個症 用平安症去化解 可是在我們家裡的 我們裡面沒有辦法使用平安症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就 用那個 都做的法 要去用 就是用金剛大法印 跟我們七色線 這裡有對著的地方 我們就用金剛大法印跟七色線 就更配合 因為我們七色線 就是一種光 就是 就是好的 好的光 那如果那個壁刀 那是一種不好的磁場 所以說 用光 用七色線 金剛大法印 去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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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還有一項 就是說 我們師父的墓寶 也很好 師父的墓寶 那天 直接剛才提一張師父的墓寶 我們就 給他 給他 對著 對著 對著那個 對著那個 那個 那個壁刀 外面的壁刀 這樣化解 可以這樣 順勢順利 這樣 好 謝謝老師 好 今天 非常 感謝我們房立丸師姐 跟我們分享 用益的殊勝 也感謝各位觀眾朋友 收看 用益與人生 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 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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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彪